委員長 發臉書好 感謝 感謝 見面就先來個熱情握手 行政院長賴清德上任後 接連拜會幾位前院長請議 這次來到吳敦義辦公室 隨行的還有秘書長卓榮泰 副秘書長何沛山 發言人徐國勇 就連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都來了 眾人進入會議室閉門昌談一小時 究竟聊了哪些議題 國慶的慶祝大會上 跟吳副總統比臨而坐 那我有跟他說 我希望能夠跟吳副總統來請教 吳副總統馬上就給我時間 那今天我們見面超過的時間 談論是超過的時間 預定的時間 吳副總統可以說是相當坦然的 給我許多指教 雖然我們兩位是不同黨籍 但是希望台灣好 希望中華民國好 希望兩岸能夠和平穩定發展 這個基本的信念 然後造福民眾 建設一個經濟繁榮公道的軍富的社會 我們有共同的一個信念 所以今天談話非常非常有共識 兩人相談甚歡但媒體更關心 總統蔡英文在國慶演說時拋出的超越領袖會談 傳出因為國民黨基層反彈可能破局 謝謝 謝謝 我只能在賴院長的前面講 接下來我就不能多講 謝謝 老師你剛才說要怎麼創造雙 蔡總統沒有談到就是要超越領袖會談的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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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給記者多問 賴清德握完手後直接進電梯 留下的吳敦義也不願意回答 會不會見蔡英文似乎已經給了答案